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傳說對決啦 那之前有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們封面杖這隻新的女角 叫做我們的體力 那剛好在英雄裡面 終於是看到了她在我們的親眼旁邊啦 體力 那就來看一下 這隻角色究竟是怎麼樣子喔 造型目前來說有這個還有這個 都還蠻可愛的耶 這個 繽紛獨角獸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像 滑冰女孩那種感覺的妹妹 來看一看 試玩一下喔 看一下這隻角色究竟是在玩什麼東西 看起來應該是法師角色吧 感覺是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看起來就很像是法師角色 先來看一下她的技能介紹 第一招她的被動是這個 體力使用普通物或技能命中多個單位 三次會死後續的普攻附帶 額外45點的物理傷害 然後且下次強化普攻不消耗次數喔 持續3秒 效果出發後有8秒冷卻 這個是她的被動 然後第一招是這個流光彈 體力從區域目標內多 發射的多5個目標發射子彈 大於5個則英雄優先 子彈會對目標造成275加89點的物理傷害 命中同一個單位時候 後續子彈只會造成20%的傷害 並標記目標 被標記的單位會受到30%的緩速效果 持續1秒 然後第二招是我們這個 穿星 體力獲得4、5、6次每兩技能等級 增加一次強化普攻 就是她的等級加上去的感覺 每次普攻命中單位最多2個 最遠不會超過12M 後會向後再飛行一段距離並折返 對碰觸到的單位造成80%的物理加成的物理傷害 命中同一個目標後續只會造成4%的傷害 每次普通攻擊命中多個目標單位時 會降低2技能5%當前最大冷卻時間 所以基本上會消除就是吸擊時間的 如果命中的單位帶有一個技能的標記 一技能標記的話 則會將標記傳導給後續命中的單位 同時提升加速自身70% 哇 1秒內衰減至20%持續4秒 這個好像有點複雜欸 他就是2個可以搭配 因為像我們一開始流光彈有標記的效果 然後如果穿新的話呢 基本上就可以把那個標記再擴展出去的感覺 第三招大招 救贖的柔光 體力朝指定方向伸出武器 去城每次命中敵方 英雄會後向飛行一段距離並折返 所以這個是指那個武器吧 待會可以直接試試看 應該就是有點像是那個輪圈的感覺 就是命中之後然後飛向一陣距離再往回撤 就是會再拉回來的感覺 對路徑上的單位造成600加134點的物理傷害 如果是英雄單位則會額外受到1秒的現行效果 去城時每命中一名敵方角色 英雄會在武器回城時 對敵方的英雄額外造成7%目標 以損生命值的物理傷害 感覺那應該就是ADC啦 因為畢竟他是打物理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角色 看一下究竟厲不厲害好不好玩 所以又是一隻射手的概念的角色是不是 好 沒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是我們的射手提力 我一直以為他是法師啊 結果他是射手 好 看起來的話 他不是飄的 他用走路的耶 他動作還蠻可愛的 先是發這個一技能 喔 鎖定的喔 然後再發揮 一切都很快耶 他這一切都很快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隻真的是射手 而且都是不用自己瞄準的耶 然後這個光圈會那個 這蠻爽的説真的 上面那個0H HITS 那好像是大招的東西是不是 還是我們就是 HITS加上去之後我們可以那個 我們可以就是 增加那個擴散的東西 他這個HITS是什麽意思 其實我好像 沒有看懂這隻角色的感覺 但這隻角色的話 感覺應該也是 啾啾啾啾啾那種的ADC 我再看一下喔 按2技能之後他會有那個什麽HIT數耶 這個有看到了 獲得4 5 6次每兩技能等級增加一次強化普攻 然後這個 每次攻擊命中單位至少兩個 最遠不超過12後會向前 喔 反正這個的話基本上就是 會有那個加強的效果好不好 好複雜喔各位 哈哈 但是我覺得算是一隻 蠻好玩的這個 ADC 你看他的這個 輪圈會變成這個範圍形的這種 所以他2技能感覺應該蠻High的 你看 他會這樣 捲過去 然後大招有點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那個耶 他大招這個感覺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 打什麼 達瑞文 達瑞文的感覺 然後又是一隻射手角色 這種角色的話我自己個人也是蠻喜歡的 因為這種角色的話就是可以 啾啾啾啾啾啾 然後把塔給拔掉這樣 但通常ADC的部分啦 都是蠻多人會首選的角色 所以你在打牌位或是幹嘛之類的 可能就 不太可能就是一直玩 你看這個 這很爽耶 你看他的這個招 第二招 開下去就是 瘋狂一直大回圈 一直弄一直弄 啾啾啾 然後這個如果再 加攻速區或是回血的話 應該蠻舒服的 還想回家啊 攻擊 但他的大招感覺就沒到真的這麼痛 對 然後他上面那個HIT數我還是 有點不懂耶 所以大家如果 知道這角色這個實際上的一些概念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真的是應該頂不錯的 目前來說好像是 活動只能拿到體驗的東西啦 還沒辦法就是直接玩他 這種角色感覺就是攻速撐起來的話也是蠻噁心的 哇哇哇哇 會貫穿那個塔耶 你看這招 第二季 發下去是真的蠻爽的耶 但是我們還是 被弄死了 還不錯好不好 而且重點是人家是個妹子 可愛可愛的 那你們開始玩了嗎也可以跟著你分享一下 你看這個 這個滾圈是真的蠻爽的 掰掰 欸 啊他不是說什麼一技能什麼二技能什麼印記 那個東西到底是怎樣算 哇你看這個 這招真的是 很扯耶 而且他是打一個範圍的耶 所以那個如果開團戰的話 那開起來的話這個應該蠻嗨的耶 嗨爛的你看 這旁邊人都可以打到 直接貫穿爆 強化那個普攻 其實我以前是 就是 基本上一開始大家玩這個 傳統對決或是英雄聯盟之類 都是從ADC啟壓的啦 那個 很好玩耶這個角色 我喜歡這種就是慢慢的可以就是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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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爆一切的那種角色 喔你看上面那個 28HIT 所以我還是看不懂他的技能介紹 HIT代表什麼意思喔 是HIT HIT加上去會比較厲害之類的嗎 看不太懂 但這次的話我覺得 以手感來說的話算是蠻好玩的角色 好不好 對這種角色是好玩的 有手感的角色 然後你可以就是 走那個路線啊 然後讓他 讓他把那個東西拉回來這樣子 來我們再看一下技能介紹 好不好 這有點看不太懂 2技能拉好不好 穿星拉 穿星 喔不是他應該是那個吧 不知道是哪一招會有那個就是顯示HIT的次數 使用普攻技能命中多個單位3次會時候去普通的這個附帶額外199點的物理傷害 其實像是強化普攻不消耗次數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這個 因為我每次按2技能的時候都會有那個 都會有剛剛那個HIT的那個 次數出現 對啊 然後如果命中的單位帶有1技能的標記 只會將標記傳導後去命中的單位 所以我們是怎樣 就是 你要先標記到之後 然後 他標記完你只要用2技的這個 擴散 他的東西就會擴散出去是嗎 就比如說像這樣 他有擴散出去嗎 他沒看到耶 他有標記薩尼了嗎 他標記很快耶 他標記的部分是很快的 也沒到真的非常慢這樣 對啊 他標記太快了 所以英雄的話可能沒辦法是不是 然後小怪的話這邊 標記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們再等一波小兵出來看看 這個 喔有有有有 你看第一隻 第一隻標記之後然後被我們板彈到後面去 他之後就會整個就是那個 有沒有看到 他就會整個都有 但好像持續時間也沒到非常非常長這樣 我覺得是挺好玩的啦 是挺好玩的 到時候如果 能夠拿到體驗卡 或是我們有 有拿到這隻角色的話 我們可以再來玩一下 畢竟他也是ADC的這個角色 那你們有沒有玩他呢 你們覺得他好不好用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就覺得就 嗯 這種射手能夠 啾啾啾的角色 到後面真的都會變得非常厲害喔 而且重點是他的那個輪盤啦 是可以就是 一直消出去再消回來 這點的話我覺得 在打團戰的時候一定會很可怕 因為他那個輪盤就一直消那個 消那個英雄一直狂消一直狂消 應該就會把別人給消爆了好不好 這個 very very恐怖 oh very very恐怖 然後結果 他是射手類型的角色喔 這個 算是我沒有想到的 欸 英雄只要99點耶 他是有打折是不是 其他英雄有這麼便宜嗎 對啊 這是 是有打折是不是啊 現在很便宜耶 請網購買 對啊 再加這個造型只要330而已耶 哇 那是不是應該 應該要先買啊 感覺要先買耶 你們覺得我覺得這個好像滿划算喔 到時候再看一下喔 好 那我們今天先來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體力大致上的這個技能跟玩法 但是還是有點不太懂那個HIT數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的話也可以在下面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這個禮包感覺好像滿便宜的 而且我們這邊還有多的這個點券 到時候我們可以買一下造型 再來打一下這個一般場給大家看一下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